这个叫马克的黑人 穷得连一块钱都没有 可他身上穿的却是一身的名牌 三十几万的存款 本可以全款买个精装修的三十一厅 他却全部用来买了一双皮鞋穿 家里攒了很久的几万块钱 他可以不管孩子老婆吃不饱穿不暖 就拿去买名牌衣服 而他之所以发了疯的想穿名牌 就是为了穿上街炫耀给其他穷人看 戴着大墨镜推了推眼镜 就为亮出他的大金表 虽然这一刻他与周围脏乱的环境一点都不搭 但他觉得自己就是这条该最亮的仔 当他走到菜市场 全场的人顿时为他狂欢起来 这里大多数都是马克狂热的崇拜者 他们都很喜欢马克这样的打扮 但在这个每月只有五百块收入的地方 像马克这样花几千美金买一件衣服的行为 就等于全家要喝一年的西北风 虽然很崇拜 但在背后依然有不少人在议论马克 但想不到的是 在刚果这个极度贫困的地区 依然有很多像马克这样贫穷又奢侈的人 并且还形成了这里的潮流文化 甚至还为此成立了一个叫萨普的协会 尽管加入这个协会没有什么收入 甚至还会成为穷光蛋 但还是有很多人为了能够加入协会而费尽脑筋 白天辛苦的工作 什么脏活累活都干 工资到手后转身就去购买名牌服饰 最关键的是 他们协会还有一个规定 那就是买的名牌服饰必须是正品的 如果是假货将会被协会开除 作为一个合格的萨普 还必须有多套鞋子和衣服 因此也就造成了他们为了买一件衣服 而花光一年的积蓄 或许只有他们穿着高档的服饰出现在大街上时 别人投来羡慕的眼光 那一刻他们就会觉得这一切都值得 这个黑哥家里穷得一块钱都没有 孩子都吃不饱饭 可黑哥自己却满身的名牌 为了一双名牌皮鞋 他可以花几万块买下 这几万块本来可以在这买下一片土地的 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 就只是为了走到大街上 让人羡慕他豪华的衣服 他自己也觉得这样很爽 马克的妻子需要照顾两个幼小的孩子 他们吃的还只是简单的菜叶 对于马克花大价钱买衣服 妻子也是很恼火 但也没办法 因为妻子很爱马克 马克每次出门都要花很长的时间打扮 一出门都会引来路人的围观摄像 往那一站 如果你不知道真实情况的话 还以为是哪个富豪回老家了 他们脸上露出自信的表情 内心也乐开了花 踮起脚跟擦了擦 比他自己还要值钱的皮鞋 把小姑娘都看傻了 随后还不忘先摆几个姿势耍耍威风 走在路上非常小心 生怕就给鞋弄脏 甚至还有人心甘情愿地为他们扫清道路 话说回来 这种奢侈的风气 怎么会传到这么贫穷的地方 原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参战的军人在巴黎 看到了非常时尚的服饰 所以他们在退役回家的时候 购买了很多时尚的衣服 鞋子 衬衫等东西 回到老家后 这些东西自然成了新奇玩意儿 他们会在每个周末聚在一起互相炫耀 都想被别人认为是最漂亮的 久而久之 也就形成了一种时尚 马克之前为了参加当地举办的萨普比赛 用家里仅有的6500美金 购买高档衣服参赛 因为举办方说 获得第一名的萨普将会赢得2400元美金 最后马克用高价买来的衣服得了第一名 但遗憾的是举办方并没有给他2400元 这个黑哥连十块钱都没有 他不偷也不抢 身上穿的却都是几万美金的高档服饰 看看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像这样几万美元的衣服 在他的货房里他有一堆 而黑哥之所以花大价钱买高档衣服 其实就是为了在和他一样穷的人面前炫耀 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来到黑哥家里 看着他一身的名牌衣服 你完全想不到 他是居住在贫民窟里 屋子里全是黑哥花高价买来的衣服 他拿掉一件卖掉一头牛买来的西装 他说这么高档的西装 怎么少得了高档的配饰 随后就拿出一袋子的领带 这些领带他满意极了 领带配上西装 他感觉自己就是最靓的仔 黑哥原本有着无比风光的公务员工作 但自从喜欢上这样奢侈的穿着后 工资开始不够用 于是他利用公务员的身份贷款了25万元 后来债务越来越多 黑哥无法偿还被开除公职 现在唯一唯一剩下的 就只有这些高价买来的西服 但这么久以来 黑哥都没有把衣服的价格告诉家里人 因为他的姐姐还在工厂里整夜辛苦的工作 要是姐姐知道自己花几万美金买衣服 姐姐会很伤心很难过 所以一定不能让姐姐知道 尽管人生过成这样 黑哥说自己从没后悔过 每每穿着豪华的衣服上街 受到别人的膜拜和羡慕时 他觉得是最舒服的 自己就像处于世界的舞台之上 此刻他可以忘记所有的烦恼 享受他所谓的快乐人生 有人说他们活法特别的荒唐 虽说有点这个意思 但反过来看 他们就活得又比很多人要快乐得多 物质上贫穷 精神上富足 有人认为他们的做法错得一塌糊涂 可仔细想想 不偷不抢 自己活得开心快乐 用自己辛苦的劳作换取快乐 好像这也没有什么错 这真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你觉得呢 把你的想法打在评论区 看看谁说的有理 好了 我是七猫 关注我 带你看遍好电影 导音